欢迎大家来到师傅教学实践篇 继续和大家一起实践投资理论和投资哲学家 上次分享了五个资产 教大家在市场上如何吃铺十三饭 令财富翻一翻 今集照顾一下收息一族的朋友的需要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自制的收息组合 如何用七万元本金做到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月的收息 幸好是什么呢? 因为香港就不需要给那些纳杂的税务 全部基本上代代平安 这个组合的年利率还有接近六厘 山长水远去到英国 扣了所有的成本 当然只有八厘而已 在香港不扣成本买层楼收租 两三厘左右 真可憐 还未计成本 刚刚今天租客打给我说 楼下投诉我们楼上深水 这些东西可大可小 现在几乎正代六厘 这一集呢 基本上是适合很多不同的人 因为所有人都最终需要收息 譬如炒虚虚拟货币 突然翻了十倍的你弟弟 或者公司突然出了很多bonus的你老公 或者很多年来收了司机钱的 不是你 去到影片最后 会展示整个名单给大家 不是要十二只 要七只 甚至有机会六只 全部多少手 多少钱 以及那些资讯 在最后有个总结的表 记住去到影片最后 快点按个赞 现在 假假假假假假的 我们所有的专属电台和联络方法 都在这里 不要再被人欺骗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大家庭 我会分享由负债八十万到拥有一亿的资产 三十八岁就财务自由的投资路 内容包括理财 股票 投资 房地产 税务安排等等 希望和大家一起做到财富增值 而不影响生活 如果想多看一些直播 和即时一点的分析 记得订阅附庸电视MTTV 一讲开收息股 一定有一班人冲出来跟你说 你买收息股 赚息就涉嫁的 赚到的息也不够 又或者 收息股这么慢 浪费那些时间 买CASFA更快 据我说 其实咸鱼青菜各有所爱 有人喜欢扎法拉尼 都有人喜欢坐定定斜的 投资不用斗快的 收息制造现金流是另一个境界 赚完那些急财的话 最后给你赚到一千万 你都不会继续去找急财 要找个地方去储存的 那怎样知道自己适合买收息股呢 打切 A君错学投资 本金就只有几万元 如果你还要他去全数 投资到收息股 即是等到2046 本金都没有什么可观的进象 这样应该就要拼拼一点 快点找家去法拉尼 坐上去先 投资增长型的股票 他开始想要稳稳 或者用部分资金去创造一些被动的收入 那就可以自制一个收息组合 好像坐丁丁车那样 慢慢来 又有风景看 每月有钱收 交一下水电费又可以 你本金多的时候 养起整个家人都可以 而今天要分享的月月收息组合名单 是指一年十二个月 每月都有得十二个月 收息组合 选股的条件都在市值呢 需要超过一百亿或是以上的 也都有稳定派息 至少现在派息呢 有四个percent或是以上的 比iBond的保证两个percent派息 是高很多的了 由于十一月呢 就很少公司派息的 所以找了恒生银行 十一月都有派息的 不过呢 唯独他就只有三厘几 就拖低了少少进象了 整体来说呢 其他都高过四厘或以上的了 留意一下 我在这里带两个头盔先 第一个头盔 派息月份呢 每年都有几天的差别的 上年可能一月尾派 今年可能二月头派的 第二个头盔就是呢 拍片时参考的盘博资料 实际股价 股息率会有少少变动的 但大致上呢 都是值得参考的 头盔三就是留意呢 他上市有多少年 和这么多年里面呢 是不是每年都派息 这个叫稳定性 有些rich的呢 就一定要派息的 有些呢 不肯定会派息的嘛 所以呢 你一定要清楚他的历史了 如果派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没有一年呢 是不派息的 突然间你冲进去就不派息 哇 那这都挺重的 新区 全部塌了 头盔呢 就戴完了 事不宜迟了 立刻开股了 由一月开始说 我们选了哪个收息股呢 一月派息的有 香港宽频1310了 这只股票呢 都说了很多很多次的了 这个公司大家熟悉了 在香港提供光纤高速宽频服务的 涵盖全港住宅单位总数有81% 2015年上市以来 累积派息已经12次了 一年派息两次了 累计派息金额大约40亿 现时呢 股息有7.49厘的 有谁用香港宽频的 是时候买回收息 对冲呢 你帮顺它的成本嘛 二月派息的有 支付产业信托 778是一只REITS来的 在香港呢 拥有大概20项的私人住宅零售物业的 例如 支付第一城 支付都会 马安山广场等等 2010年上市来呢 累计派息22次的了 一年派息两次的 累计派息金额呢 大概已经有75亿的 现时股息率5.97% 它还有是法例规定它一定要派息的 三月派息后呢 恒生银行11号 当然了 就是做银行业的了 定期啦 按揭啦 贷款选用卡大家都熟悉的啦 1959年呢成立的 上市呢 累计派息已经81次了 一年派四次了 累计派息金额大概1700亿的了 现时股息率呢 3.4厘 如果塞了这家公司下去呢 就做到懒碗月份 比如11月呢 都有息收的了 哇 今天竟然是双手 有钱袋了 四月派息的有 港登了 2638的 是一家电力公司 大家熟悉了 香港岛和南丫岛呢 提供电力服务的 2014年上市 上市来派息呢 就14次 一年派两次啊 累计派息金额呢 大概是230亿的了 现时股息呢 都有4厘左右的 那它又会不会派派一下 不派息呢 那家公司会不会转转转转转呢 大家再评论一下 一家这么稳定的公司 有这么上的息率 已经很不错了 五月派息的后呢 就是香港宽频1310了 咦 又是香港宽频 识感问呢 证明你有留心听书了 考考你 是不是真的没睡觉先 香港宽频呢 除了五月派息 刚才说了 还有哪个月会派息的呢 股息率是多少呢 3 2 1 答不答到 playback重温呢 六月派息的有 中国移动941 和恒生银行11 恒生银行呢 之前介绍了 而中国移动呢 是内地通讯行业的三大营运商来的 一家独大玩了 一九九七年上市 上市来呢 累计派息37次 大家认为股价换呢 一年派息两次 现时股息率6.8厘 累计派息今晚已经是大约8200亿的了 8200亿是什么概念呢 原来呢 就是香港2020年全年的GDP三分之一的了 这几年呢 中国移动的表现呢 整天都被人笑 说他呢 中移动不移动 不过呢 单齐从派息来说 都是不错的人选来的 玩法都完全不同了 七月派息的有 我整天都说的 掌声 韦尔达303 VTEC 还有呢 中国海人石油883 韦尔达呢 业务包括呢 电子教育玩具 电话等等 消费电子产品和设计 制造和分销的 如果你玩过小朋友玩具 都一定见过你的牌子了 上市来呢 累计派息41次 每年派2次 累计派息金额呢 至今大概有27亿的 现时股息有9厘那么多的 那买得这些东西呢 不要预计它的价格 不断上升 因为它几乎每一年呢 将所有赚到的钱呢 都会百分百派出来的 有时多于100% 那稳不稳定地派呢 那很多很多次呢 都稳定地派息 没有断过的了 但是呢 就要留意它的生意 它派息比率呢 照是100%的 但是它那一年呢 突然生意少了 便派少了 但是生意多了 它又是照派100% 很划算一只 中国海洋石油803 主要是从事游戏堪探 生产及贸易业务的 2001年上市 累计派息呢 40次 一年派两次 累计派息金额大概是2900亿 现时股息率呢 有成5.200厘的 由8月开始呢 收息股的名单 就会重复的了 在这里呢 都很快地讲完 剩下月份呢 可以收到什么的息先 8月派息的有港灯 致富产业信徒 9月派息的呢 就有中移动恒生银行啦 10月派息有呢 中国海洋石油啦 11月派息有恒生银行啦 12月派息有就维尔达了 303去到最后了 整个自制月月收息计划 援栏呢 就只有7万3千元港币左右而已 即是几千元美金 一年呢 收到利息呢 是4400元 回报呢 有5.95厘的 你可不得它买之前呢 股价再跌了10% 哇 六厘几来的了 不过呢 投资的三个头归位 你一定要留意住 就这样看下去呢 每个月几百元 好像不太够猴 一般而已 有什么改良方法呢 第一 就你当然是不得七万多本金的啦 加大本金 本身可能有几十万 或者几百万要试一下的话呢 你都不会呢 是扔七万元那么少的 门栏七万而已 如果摆多些本金呢 自然有条件收多些息的啦 这个数呢 就是数字游戏而已嘛 衰些都要说了 本多好办事 没办法 如果用大概五十万去收息的话呢 平均每只收息股 买七手的话 总共呢 收息是大概三十万元左右的 平均每个月呢 就二千五百元港币的 招牌手呢 什么都不用做 有被动现金流的 那这个现金流呢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概念呢 当然呢 可以交一下水电煤费啊 还有当你试了这个practice之后呢 第二天呢 你就会上瘾 不断去想办法 再想办法去扩大 和扩大这个本金的 做到真正的财务自由啊 现在五十几万做到什么呢 买一辆车可以的 想说买个车位收租 就不行了 如果以回今天我去配到呢 我大概买港股部分呢 是千几万至二千万 那么上下的港币啦 那基本上呢 年收就百二万的了 每个月都有十万的港币的 就是之前呢 我只会摊快 不理这些收息现金来的组合 当我试了之后呢 就是上了人的啊 第二 如果将分配比例调教 某些六个percent以上的高息股 比重买多些 整个收息组合的回报 又调高了啦 所以啦 组合就在了 看看自己怎样分配啦 第三 如果想更上一层楼的话呢 当然啦 是透过股市的周期呢 找坏个好位才入市 例如啦 股市步入熊市 或者大调整的时候呢 才趁低吸纳 或者呢本身是月供的 逢侧股市有调整的时候呢 就买多些少 那就更正啦 我自己呢 都有某几种的外股 是一直侯住他的 一到低位就买多些少 十几年都是这样的了 今集时间不够 介绍不到所有的投资策略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按下连结 去到十年财务自由班的 免费工作坊 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十二个月呢 免费网上重温的 还可以加入我们的私人呢 群组LIFETIME COACHING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先啦 投资不是大额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说这么快2021年呢 已经过了一半了 不知打算财务自由计划的你 有没有跟着计划去进行呢 记得 各位join了我网上 十年财务自由课程的同学 已经自动加入了我 师傅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组 而每个月呢 都有个补习班 甚至是workshop的题目 和大家一路去进步的 群组在六月份 有新的topping和大家分享 就会讲到呢 投机方面了 为财务自由赚取第一个本金 浅谈投机的技巧 各位新的朋友 想参加这个课程呢 可以快点去看这个 免费一小时简介工作坊 了解详情先 茶聚52的主题是 未来战事下半年杀出重围 四年环保之战 是不是科网股留底的好时机呢 今次茶聚会在7月5日举行 师傅会讲到 第三季股市走势最直播的国家指数 和环保之战 碳中和新概念 而Chris就会把密 虚拟货币 加实体黄金的下半年走势 郭sir都会分享 港股在第三季看好的行业 当然不少得 就是Jackie Sir说 科网股是否留底的好时机啦 内容那么吸引 还不快些报名 Jackie Sir加股坛乐远德的 零至千万加速器 里面会学到Jackie Sir加股坛乐远德的秘技 包括Wiz啦 短炒 美股组合 CFD等等 另外 加入了这个课程 就会自动加入 零至千万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组 6月份会讲实践系列 技术分析篇 快点去下面连结 看了他们的免费一小时简介 加工作坊和报名啦 想每日紧贴大使 立刻下载我要做抚翁的应用程式 我们每日收市前 都会和大家尝证分析 约定你啦 想紧贴我们 记得订阅我要做抚翁的YouTube Instagram和Facebook 如果想更加紧贴大使和直播分析的话 去订阅富翁电视MTTV啦 另外想跟我们环球看楼 记得去订阅我要做世界频道啦